土卫六又名泰坦,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太阳系中的第二大卫星,个头仅次于木卫三,它的直径是5150千米,比水星还大,接近冥王星的两倍。 1655年,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最先发现了这颗卫星,1698年,惠更斯推测其他星球上应该也存在水,并认为那些水想必是流动的,又清澈又美丽。 我们地球上的水假若到了木星和土星,就会被立即冻住,因为它们离太阳太远了,每个星球一定都有自己的不会冻结的水,惠更斯说对了。 300多年后,一分名为卡西尼号的土星探测器来到了土星,探测了整个土星系统,大约80次飞越了土卫六,卡西尼号证实了惠更斯的猜测,土卫六上存在液态的水,而且这种水是独特的,是土卫六自己的不会冻结的水,土卫六的这种水是甲丸水。 土卫六非常寒冷,表面温度为零下180度,在这种温度下,甲丸以液体的形式存在,它们像水一样流动,而且又清澈又美丽。 卡西尼号携带的专门用于探测土卫六的子探测器惠更斯号,于2004年12月25日脱离卡西尼号飞向土卫六,2005年1月,惠更斯号进入土卫六的大气层,穿越了潮湿的云层,用照相机拍摄了河道,海滩和岛屿,最后在一条空旷的河道边着陆,惠更斯号传回了河道附近的图像, 那里似乎有躺过月体,一些小原石散布在地上,很光滑,就像地球上河流旁边常见的石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卡西尼号一直关注着土卫六,2006年,经过多次有计划的雷达扫描,卡西尼号完成了土卫六北半球的湖泊成像,探测显示,其中一个湖泊长达一千千米,已经足以被称为海,后来被命名为赫拉肯海,不久后,又有两个海得到了确认, 人们还同时发现了十几个湖,探测表明,土卫六上有很大的水面,那些甲烷水可以蒸发,凝结,降落,形成微微壮观的大气循环,土星绕太阳运行一周需要29.5年,随着土星的运行,土卫六上的季节也会发生缓慢的变化,卡西尼号发现,土卫六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原因在雾气中浮动,甲烷雨落下后沿着河流一样的水道流进湖里,湖水泛着微波,湖面平缓着, 但在有些地方,波浪却变得汹涌起来,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多年来,土卫六上的湖泊和海城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些水体隐藏着不少秘密,首先,其中的水含量究竟有多大就很难判断,因为很难探测到它们的深度,只在南半球的安大略谷找到很少的线索,科学家发现,自卡西尼号到来后, 这个湖的一些地区向内萎缩了几千米,它们据此估计,湖面每年下降大约一米,这表明一些地方的湖床是平缓的。 2013年5月,卡西尼号低空飞略土位6的第二大海,一击要海时,它的雷达正对着下方,扫描了下方的陆地和海水,通过测量雷达波往返于探测器和星球表面的时间,卡西尼号描绘了下方的地形。 科学家发现,这次扫描中卡西尼号传回了一束来自海底的回波,当负责数据处理的科学家,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尔科·马斯特罗都赛佩,发现这束回波时,他感兴得几乎不能自已,迫切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之外的星球上测量到了一个海洋或者湖泊的深度。 这次的测量显示,一击要海的深度为160米,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束回波还让科学家得到了一个判断海水组成的线索。 一直以来,科学家认为,土味溜上的水由甲烷和乙丸组成,由于甲烷比乙丸不稳定得多,所以甲烷应该蒸发得更快。 科学家曾通过计算机模拟,综合卡西尼号的观测数据推测了湖中的物质组成,认为在两极地区的湖泊中,乙丸大约占四分之三, 并有10%的甲烷,7%的饼丸,以及更少的氢禽酸,丁丸,大荷亚等。 然而,土味溜又一次让每个人感到意外,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卡尔·米切尔和他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实验,将甲烷和乙丸带进实验室, 然后用卡西尼号探测海底时用了那种雷达波照射他们,结果发现,乙丸对这种雷达波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甲烷则没有。 这表明之前的推测很可能存在偏差,丽基亚海海水的主要成分很可能是液态的甲烷。 科学家还根据卡西尼号对丽基亚海的探测,估计了土味溜海水的总量。 如果其他海洋中的水体组成及海底特征和利基亚海一样,那么土味溜上的海水总量大约为7万立方千米,是地球上已知识有储量的55倍。 2014年3月,科学家公布了一幅最新的湖泊地图,从图上看,克拉肯海被一个海角和一些岛屿分成了两部分,有科学家称之为克拉肯烟喉,他们估计,在克拉肯烟喉附近,土星的引力有可能引发海潮。 当土味溜随着土星在轨道上运行时,海潮会时起时落,其落差大约可达一米。 人们推测,当北边涨潮,南边退潮时,海水会通过克拉肯烟喉,从一边流向另一边,其流速可达每小时2000米。 这样的流速看起来不快,只相当于我们帆布的速度,在地球上根本不算什么,但在土味溜上就不同了。 由于土味溜的引力比地球小得多,土味溜上的海水会比地球上的水更轻, 所以克拉肯海的海潮会显得很活跃,而在克拉肯烟喉附近,潮流还可能形成大漩涡,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 其重观的情景应该并不亚于地球上类似的景象,但总体上说,土味溜上的水面看来非常平静,科学家推测,这是因为土味溜上的风太小的缘故。 根据目前得到的数据,土味溜上的风速不超过一米每秒。 雷达的探测显示,一击亚海的海面平滑得像一块绸缎,其浪高甚至不超过一毫米。 不过在2012年,人们用雷达波探测土味溜上最小的澎湘海时,发现了四大反射光,它们可能来自海面上的波浪。 浪高两三厘米,很可能预示着风暴季节即将来临。 随着夏天的临近,土味溜上活跃的季节似乎的确就要来临了。 根据气候模型的推演,土味溜上的风速将达到两米每秒,这在地球上依然只是微风。 但请不要忘记土味溜的引力比地球小,而甲丸水又比地球上的水更加清澈。 所以比较而言,土味溜上的海洋更加敏感,加上土味溜的大气还更稠溺,所以它的风就更有力量。 这样一来,两米每秒的风在土味溜上就足以掀起浪高于一米的波浪。 当这样的波浪涌向海开时,很可能变成凶涌的巨浪,形成微微壮观的景象。 科学家针对土味溜的探测还在进行中,目前的探测已经显示,土味溜很像早期的地球。 例如土味溜上的大气中充满了复杂的有机分子,它们会降落到地面和海洋里,寻找这些有机分子。 对理解生命的形成和星球的演化非常有意义。 鉴于此,人们探索土味溜的意愿已变得越来越强,这促使了一些探测方案的形成。 例如,有科学家建议在下一轮的土味溜探测活动中使用船舶、热气球或者飞机对其大气,地表和湖坡进行全方位的探测。 人们还是想打造一艘探测船降落在土味溜的水面上,然后随波逐流。 它将是人类第一艘漂浮在外星水面上的作业船。 科学家认为,利基亚海是适合探测船降落的海面,这个还比地球最大的淡水湖,北美的苏碧利尔湖还要大,占整个土味溜表面的0.12%。 按照设想,这艘探测船将在利基亚海展开为期6个月的水上考察。 不过,也有科学家提出了更加大胆的考察方案,那就是送一艘潜艇进入海下,然后潜入甲王海的深处,用生纳探测土味溜奇妙的水下世界,用质朴以检测海水的化学组成,研究其中的碳基化学物质和有机分子。 它会遇到什么,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消息,人们正期待着对土味溜的探索迈向深入。 感谢观看